好了 那么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们来使用3ds max的max script的脚本语言 关于这个多边形部分脚本的制作 来制作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效果 我们最后要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让这一个模型啊 它是一个多边形 然后让它表面呢 上面的多边形随机被选择 并且随机设置挤出的高度 那这个效果怎么来写呢 我们首先呢 先来重置一下这个max 然后呢 我们打开脚本的真听器 打开真听器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使用这种格式要比较好一点啊 然后把下面放成是透视图 上面呢 我们让它是一个真听器的窗口 OK 这样比较方便 我们首先呢 先做一个圆环 这是一个圆环 F3 F4件 好 现在这个圆环啊 我们把它转化成多边形 右键转化成多边形 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那我们 把它转化成多边形的一个写法呢 就是让它 转化成poly 这个就是多边形 那怎么让它转化成poly呢 大家看 它现在就是一个Taurus001的物体 我们把它转化成poly的写法 就是convert 转化 我们control加鼠标滚轮放大一点 convert to poly 直接写 然后将选择的物体dollar转化成poly 回车 大家看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编辑多边形 那这个就是我们将一个物体转化成可编辑多边形的脚本的写法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多边形上面有多少个顶点 我们进入顶点级别 control A 我们看到288个 那这个顶点的数量 我们如何用这个脚本来把它计算出来呢 比如说poly 这是一个多边形 op 多边形操作对象 点 它的属性 get vert 得到它的顶点 哪个顶点呢 dollar ok 多边形对象得到顶点 哪个多边形对象 就是当年选择物体 我们回车 注意看 getvert需要两个 得到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要得到它的哪个顶点 比如我们得到第一个顶点 回车 大家看第一个顶点已经出来了 我们进入顶点级别 那现在呢 我们没看到的第一个顶点 但是呢 我们shift enter 那么它就列出了第一个顶点的一个坐标 它坐标就是负的零点什么862 40点多啊 这是得到某一个顶点的这个写法 那么这个多边形到底有多少个顶点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getpoliop.getnumberverse 然后dollar 大家看这样的话就是288个 我们controlA看一看没问题 这就是得到顶点数目的脚本的写法 好 我们将这两个反馈先删除啊 这样的话让上面稍微大一点 ok 调整一下视图 ok 那么 我们想要做的呢 就是创建一些球体 让它出现在当前的这个 呃 每一个顶点上面 那这个用粒子是可以完成的 用网格化 呃 或者是金格都可以完成 那么我们如何用脚本来完成它呢 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 先创建一个球体 sphere 括号 哎 创建了一个球体 大家看场景中就有一个球体了 我们将球体的参数进行修改 dollar.radius 等于 比如说 现在是25 我们让它等于2 然后分号 dollar.sex 我们让它等于4 好 我们现在呢 来回车一下 注意 如果在脚本真定器中 输入两句脚本 在一句话中输入两句脚本 要回车的话 中间用分号隔开 它就会依次执行 我们看 这样就执行出来了 有一个4的 分段为4的一个小球 但这个分段为4太小了啊 我们让它稍微多一点 6 等于8吧 啊 这至少看着还像一个球啊 至少像个球 那么这个球稍微有点大 我们将它的半径再调小一点 让它半径为1.5左右 好 这样 分布在每一个顶点上的小球 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下面需要干的活呢 就是让小球分布在它所有的这个顶点上面 这个呢 可不是一句话就能写完的 那么针钉器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新建脚本来完成 OK 打开新建脚本 Ctrl鼠标滚轮放大一点 我们先来看出来 测出来当前场景中有多少个顶点 那么这里面顶点数啊 我们定义这么一个变量 它等于polyop.getNumVers dollar 这是得到这个物体的顶点数 我们来挥车一下 在这里 不用再针钉器中了 我们在这里直接 ShiftEnter就可以来试一下 那注意 这里面会出问题 它告诉你 对不可编辑的多边形执行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小球它不是多边形 我们用的是这一个 用的是这一个 OK ShiftEnter 那么来看看反馈 288 没问题 OK 好了 现在我们定住它的数量来了 它的数量的名字 顶点数量的名字 就是顶点数 顶点数 那我们写一个循环 forI等于1到 比如说顶点数 到这个数量值度 度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括号 然后括号 中间呢 我们要写入我们用的这个脚本 copy dollar sphere 001 我们要将第一步 要是将I取一个值呢 就让它复制一个当前的球体 001 就是这个小东西 然后呢 继续来写 我们将复制的这个东西放到一个集合里面 比如说我们取一个集合叫球体 等于copy这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东西拷贝完了之后 拷贝多少次都会放到球体的这个选择集里面来 放到这个选择集里 然后呢 我们就是直接让它的这个球体的位置 与这个顶点的位置一致就可以了 这个怎么来写呢 比如说球体 I 第几个球体 它的位置等于谁呢 poly op get vert 得到顶点 然后dollar选择的物体 然后 我们还是dollar 就是使用正常的名称吧 比如taurus taurus 001 这就是它的名称 taurus 001 这里我们也用taurus 001 ok 然后 它的位置啊 第二个顶点的位置 ok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行不行啊 不行的话 咱们再来修改 好 我们不用选择任何物体 工具 计算所有 大家看 它这里面有一个反馈提示 就是说这个球体 dollar 4.0.2 i等 1 位置的属性 的pos 也就是这个pos 这个属性 它不知道 系统不知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先来在这里测试一下 我们将这个poly op 这个dollar torus 把它复制过来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指示机 这是它的坐标 那么这个球体呢 把这个copy之后的东西放在这个球体里面 那我们现在来 把这句话先剪切一下 只执行这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工具 计算所有 这是可以算出来的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么 这有一个dollar 好 计算所有 288 OK 没问题 那么现在呢 有多少个球体呢 我们来看一下 按下名称选择 在这里大家看 球体的数量可真不少 总共是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个 把它全删除 这么多的球体 我们先删除 没删干净了 哦 好 删除它 让它的位置 对应过来它的位置 前面这个写的都没问题 288个 OK 关键就这句话出问题了 那么 呃 放在这个 拷贝一个放一个 那么我看看这个 啊 咱们就先不要了 每考的一个 它的位置 都是这个位置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就说 你每次拷贝的 它都叫球体 然后呢 这个球体的位置 都等于 呃 第几个定点的位置 OK 我们计算一下 大家看 这样就没问题了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我们要每一个定点上面 都出现一个小球 啊 都出现一个小球 OK 这就是我们关于 多边形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案例讲解 通过这案例呢 我们能够知道 如何得到每一个点的坐标 如何知道整个多边形上 有多少个点 如何知道这个 把物体转成多边形 以及呢 这个多边形的位置 如何跟一个物体的位置 进行结合 拷贝对象 以及做循环 等等等等的 这些 这个 小的设置技巧 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呢 就都已经得到了 那么这个案例 我们就说到这 下一个案例呢 我们就让当前的这个 圆环上面随机的长出 不同高度的 这个多边形的面 那么来看看 这个怎么来写 它就更好了 这cre ل Last 试声